大家晚上好 我们说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李校长 庄校长他们都是我们的宝 他们几十年当校长 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 而且又持续的 在推广华教 推广德行教育 所以大家入了好几座宝山 不能空手而回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提出问题来 地址规有多 心有余 谁杂地 旧人问 求确欲 这个地址规每一句 它里面含有 身教 原教 禁教在其中 原教可能出现一些点 同学 心有余要谁杂地 这是原教 可是我们自己当老师 我们有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有问题把它记下来 我们有身教 在引导学生的时候 我们还有底气 侃侃而谈 能射受学生 包含每一句当中 也尽教 整个 班级的气氛 学校的气氛就是 很主动的尽教 所谓求学 求学 就是主动去求的 就能有更多的收获了 好 所以大家不要客气 可以给领教长多提一点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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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哦 有人举手了 谢谢这位老师 您身先四足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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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好 李校长好 那么这一次参加活动 我的确认觉得收获满满的 尤其是 我觉得法师还有李校长呢 都给我自己的提升了我的智慧 还有提升了我的定力 还有我要尽量学习 在教学的路途上不动气 因为万事万法 都有因缘 然后自治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我希望我的教学生活会更加愉快 更加的专利 那么我的问题是 没有针对任何一位或者法师或者李校长的那一个回答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近几年来 我从媒体上看到 就是陆港台 有所谓的草莓族啦 陈老族啦 躺平族啦 那我就在开学的时候 跟孩子们分享 我就讲 老师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一些喜庆 不要做草莓族也不要做陈老族 更加不要做躺平族 有时候当学跟不教功课的时候 当我问他们原因 他们就会说 老师我要做躺平族 我不晓得这些媒体的信息是真的还是一种传闻 如果是的话 我想李校长或者法师给我们解答 给我们解明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没有这些提醒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应该说是青年人吧 那么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 那么他们往往有一种观念 很多都不婚 他们不要结婚 而生气 就算结婚也不要生育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 那么我们身为长辈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鼓励他们 给他们力量 让他们有正向的思考 当他们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 那么请法师 和李校长给我们老师们 一些语点 一些方法 让我们走得更加的 在教育路上走得更加胜利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看哦 接下来的 对发文的时候 先想讲你的名字 来自什么接下 这个圣主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你的背景 在回答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 能够符合的 因为想找解答 所以忘记了我是谁 哈哈 我来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鄭莉莉 是历史客人老师 我已经66岁了 好 谢谢你 我 从外表看你好像44岁 从你那叫积极的心态来讲 你是34岁 好 我看了 先谈一谈了 可能我还跟不上时代 草莓族 我可能明白了 啃老族可能也明白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 躺平族 这个我还不是很明白 什么都不管 对吗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管 这个问题 年轻人回答 可能会比较窃窃一点 我就从 怎么讲 从表面上来回答一下 你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 都是年轻人的一种心态 不管你是草莓族也好 啃老族也好 啃平族也好 都是持下环境所造成的这个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或者生活的一种一种理念 就是说 草莓族我们都知道了 不能够经过水风水雨打对吗 就是 以前我们讲温室里面的花朵 那么这个我觉得跟他的父母很大的关系 这个从小啊 从小就是父母的这些教导 养成草莓也好 温室也好 现在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习惯 经不起将来的风水雨打了 啃老族 我觉得 就是说 他是 也是所谓的依靠别人 依靠别人 啃老 我不懂是啃 啃这个父母亲的老的 还是啃自己的 啃自己还好 啃父母的 就是说 自己也没有一个独立的 渗活能力了 肯定也不好哦 坦白一族 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最新才出现的一个 词汇了哦 好像是说 什么都不管 要怎么就增长 对吗 那么 这种 现在所谓的青年人这种心态哦 坦白讲 第一 自己的生活能力不好 我觉得 假如 这个 年轻人他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很强 他肯定不会出现以上三种的这种形态 对 第一 就是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好 我觉得第二 就是说 这种 年轻人这个 这个心理建设 也不好 也不好 哦 是说他没有一个很坚强 很有毅力的 这个精神状况 哦 所以这类的人 就很容易 刚才老师讲的 忧郁症啊 这种 缺乏 这种生存的意志 这种肯定是很不好的 很可惜哦 现在听说 年轻的代 很多都是有这类的这个倾向 所以说 我看就是说 就从这些所谓传统文化的教育开始 使他们能够学习地质规哦 从这个圣贤教育里面学到 哦 尊敬党老啦 或者是有感恩性啊 从情心啊 同理性之类的 我觉得是说必须要从这方面去下手 哦 那么父母当然是很重要啦 哦 因为孩子有这种心态 哦 肯定 是因为 他从小 哦 被灌输也好 哦 哦 其实有为什么用灌输呢 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哦 父母说 哦 你什么都不管 你要读书就可以了 哦 对他们来讲哦 读书考到好的成绩就是你的你的责任 那么其他的东西你什么都不管 这种心态哦 这种精神也是不好了 养成养成他们事实都跟我没有关系 哦 这是第一点 哦 第二点 刚才你 谈到的生活压力啊 哦 不结婚啊 不生育啊 对吗 哦 这个也是 这个新时代的一种 我们认为是新时代的产物了 哦 那么 生活压力 其实哦 从古至今啊 谁没有压力的 我们的父母也是有压力的嘛 对不对 哦 我们的父母也是有压力的 但是 呃 我们父母当时以前的压力呢 可能 只要单纯 是以经济为主 是吗 当时的人说 我有 本事 养活我的孩子 这个就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因为当时 这个所谓的教育的要求还不高 啊 其他的东西更不用讲了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我发觉到 什么都是压力的哦 哦 吃不到 压力 哦 或者是 某种事情 小小的事件 也曾压力哦 我我我我看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抗压力啊 太弱了了 太弱了 哦 是说我们 这事情本来这个事情是小事来着 也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 我觉得这个也是心里 啊 见识不够强 哦 心里见识不够强 是说从小啊 啊 我没有 锻炼我们的孩子 如何 应对问题 为什么是同样一件事情 A 认为 哦这个问题很大 B 认为说这个问题是小问题 为什么 啊 就是两者啊 他持的态度不同 什么 一个 万事都是压力 什么事情都是不如意 另外一个 啊 另外一个 他说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慢慢去商量 哦 我觉得啊 神老讲的这句话是很好的 哦 我们不能够悲观 我们不能伤心 悲观 变成乐观 伤心 啊 变成有希望 或者失望变成有希望 这种是一个非常强的心理建设 哦 为什么因为有了这种心理建设的话呢 遇到更大的挑战 我们都能够 啊 是这个 能够接受 能够解决 哦 那么 回头到来了 为什么 神老 啊 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坚强的 啊 这个毅力 哦 还有这个 这样强的心理建设 是因为他经过很多波浪嘛 哦 人家讲说 越多风浪 那么这个人都越来越成熟 对吗 我们的成熟是建立在我们的挑战 哦 所以 呃 在场的家长哦 或者老师校长 我们是要给我们的下一代 多多少少要有点挑战的 让他从这个挑战里面 成长 李光 以故李光耀 总理曾经说过 我要制造麻烦给我的下一代 听起来好像很无情哦 对吗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 差不多是完美的社会了啊 都很好的 那么 这些新一代的 人啊 他没有什么机会 呃 能够得到所谓的挑战 所以呢 他是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长大 没有经过风吹雨打 那么这个树呢就很容易倒 所以他说 他要制造一些问题 给他们 让他们去锻炼他们 制造他们是能够抗压力很强的人 所以呢 这个国家才能够 进步才能够安稳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了 那么 至于说 不结婚 不生育 好像现在是一个社会的病 前一阵子我看到我的一个老师 抱着个小孩子 我就向前去跟他讲说 你终于要结婚的生孩子 结果一看他抱着小猫 我大肆手 大肆手忘了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你养个小猫啊 我说每个月也不少钱 我打不如养个小孩子 更好 校长你不知道 我看到我姐姐的孩子啊 很蛮皮啊 他说啊 怎样顶嘴啊 我这个小猫他不会顶嘴我哦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哦 这样有道理啊 所以 不结婚 这人有他的道理 啊 不生育的人 以前是大罪你的吗 以前是什么罪 无效 无后罪大 都是 是不是 但是现在哦 不结婚了很多 他有大大网 结婚了之后 他不生育 也是很多问题 对不对 当然啦 经济的压力啊 对孩子的 这个期待啊 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很多 我觉得 我觉得 个人觉得啊 这是一个逃避 一种 一种方式 对吗 不愿意 不愿意承担 不愿意承担 那么我就讲了 我说 你现在还年轻 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家庭的温暖 我说 当你 到了 退出之后的时候啊 那么 人家左右都有 老伴 然后 有个 孙子 过来找 奶奶 那个奶奶 听到心里这么爽 你只能听到别人叫奶奶哦 你没有机会哦 所以我说 这种 这种所谓的 快乐 才会快乐 可能 你现在还不懂 你可能现在还无所谓 可是到将来 到你 孤苦伶仃 这个怎么讲啊 很老的时候 老迈的时候 可能你会 怎么讲啊 可能会欣赏 这个 一个 圆满的婚姻生活 不过我觉得啊 结不结婚 神不神秘 这个是非常 个人的问题 非常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 说 你必须要结婚 你必须要生孩子 因为这是 非常个人的问题 我家 在隔壁 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都没有结婚哦 男的也没有结婚 女的也没有结婚哦 当然这个是他们私人的问题啦 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 也 不方便 不方便过问 所以说 不过从 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不是好像这样哦 假如大家都不结婚 不生育啊 你这样 将来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 缺少人才的啦 这个是我非常 酥甜的回答你啦 或者是 老师 你在 深度的 在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交给出家人有点难度 不过呢 我们可以依照经典来讲 这个当然哦 我们观察 比方说佛门的祖师 他毕竟面对大部分的 都是在家的 学者 要不要跟他们谈这些问题啊 要啊 我还是得谈 不是我以这些祖师们的教诲啊 来谈这个问题 你看印光祖师都有强调 这是净祖宗十三祖 大四至菩萨 希望三圣 至于大四菩萨带来了 他比方说他 劝女子啊 除非你有非常 坚定的决心 你都不会动情了 不然你还是找点家 为什么 找点家比较好找对象啊 等到你三十几四十几了 你就不好找 对象啊 我们今天早上复习一下 什么事都有 十节应援啊 你不能 错过了这个 找对象的 十节应援 你看 虽然 他是出家人 他对于 每一个在家的人 他是很 体恤他的情况 哇 所以我看这些 教诲 我也很 很吃惊啊 哎呦 谈得这么深入啊 包含还劝人 你当父母的啊 你的孩子要结婚了 你只能给人家提 建议 你不要逼他啊 到时候他嫁得出什么问题 你就倒霉了 都是你害我的 你看这种人情啊 连父母都要拿捏好你自己的分寸 这个主书都有教啊 那古人 提到了 男有分 女有归 这个是李运大同篇 当中讲的 那为什么说 女有归呢 女子 她 情感面呢 比较强 你让她呢 有个归宿了 她心比较能安定下来 这个是符合人性的一个 提醒啊 当然 这些问题啊 刚刚李校长讲的 这是很个人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尊重个人 你不能去 强迫她 到时候生了之后出问题 找你了 你看我现在钱不够了 来 来 我想呢 首先呢 政府啊 也要重视这些问题 你看下一代压力这么大了 哇 还没走入婚姻 好像几座大山就摆在她面前 但是真正爱民的官员 他会考虑这些问题 我有见过一些这样的官员 他就会去跟这些房地产 沟通 然后推出呢 比较廉价的住宅 其实啊 有没有心啊 你说现在空着的房子多不多 你有心的话呢 这官员就能够去促成一些因缘事件 其实你说那些房子都没有卖出去 请问他有没有压力 都有啊 有心人就可以促成这些好的缘 那他可能房子上的压力也减低了 这个台湾的物价 波动不是太大 我记得我 24年前交出的时候 我的薪水 4万多 现在已经过了24年了 4万多在台湾还是可以活 20多年过去了 他物价波动不是太大 所以这是从政府的层面 能不能为整个社会 尤其下一代减压 你说 你看 这些官员 请问大家官员从哪里来了 从家里出来 从学校培养出来 所以现在教地址规重不重要 知道重要了 假如我们教这个学生 只有分数分数分数 我要拿到学历 我要考上名校 我要赚大钱 我要当大官 你说他会 为老百姓办这些事吗 这些事都要用不少心血 他有爱名之心了 他才会办 所以这位老师 你们认重而道远 当然我也是 我这句话讲错了 我们认重而道远 好 那 这个首先感谢我们 这一位 历史老师 他给我们表很好的法 66岁活得像34岁一样 那也感谢他的 那也感谢他的feedback 他对我们今天课程的回馈 让我差一点眼泪掉下来 我们上课的人 也不知道大家听的有没有收获 都没有feedback 我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到底我有没有浪费到大家的时间 有回馈的时候 对上课的人 他可能觉得 大家有收获 应该多来讲一点 所以刚刚吃饭 大家有没有看到李教掌 李教掌讲得好玩 让我热血沸腾 充满正能量 这个林老神老的精神 已经融入我的血脉之中了 这个李教掌听得太高兴了 哈哈大笑 严寿十年 对啊 古人有时候你每天三大笑 会严年益寿的 这有道理了 喜身养 欢喜啊 大笑 洋气就上来了 动身养 你看现在的人 不喜欢运动 就没什么活力的 筋骨都 都很紧了 所以刚刚我们主办单位 很用心 上课以前 让大家拍一拍 动一动 还有善身养 施比受啊 更有 他的行善的过程 别人对他的感谢肯定 他的这个 这个阳气啊 都会 上升 还有什么身养呢 还是听我王大夫来讲 他比较专业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终于知道 这个老师为什么可以66岁活成34岁 因为他忘了他自己了 人忘我是一种境界 忘了自己几岁了 这个是孔子有说 沙愤忘死 乐以忘忧 不知老子将至云呢 他不知道自己几岁了 忘了年龄了 好 那刚刚我们李校长已经解答了 这些草莓族 啃老族 躺平族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 万法 因缘身 他一定有他的因跟缘 主要的因啊 在哪 在哪 家庭 你看我的习气又来 要给人家考试了 在家庭 但是父母啊 他也不懂 所以这个草莓族啃老族啊 有可能是 父母学历很高 家庭经济很好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会哦 所以他让孩子 什么都不用做了 校长刚刚讲 什么都不用做 他没有生活的锻炼 甚至于他觉得 我老爸 我花三辈子都花不完 我有什么好努力的 所以古人都是要 常富交子 所以富贵人的子弟 比贫穷人的子弟 更难交 他容易 不努力啊 他容易啊 教 有钱啊 奢 奢 赢 玩乐 义 放逸啊 所以从家庭跟学校的角度啊 一定要先立志 从小立志 从小呢 校长刚刚提到 他要锻炼 让他有做事的锻炼 诸子之家歌言 我们外面有这些书籍 第一句话就说了 黎明几起 傻少停除 要内外整齐 整洁 所以孩子随时 从家庭当中 他就有一种责任感 我对家是有责任的 我应该尽一点力量 一个孩子在家里很有责任感 他到学校去会不会主动帮助老师 会 这个就是很习惯的 主动 去服务了 他有这种主动服务的心 有这种责任心啊 那他就不会出现这种 这种草莓族啊 草莓族就是抗压力 很低啊 所以你变成从小让他锻炼 他就有信息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以前也没什么进行 因为我的锻炼太少 从小 我想 动一下手 我奶奶就说 不用了 我奶奶一插手呢 我妈妈就出手了 我妈妈一出手 我两个姐姐就出手了 所以我插不上手 横批借口 是我自己啊 不懂事 还是没有主动啊 锻炼自己 反而是后来啊 这二十多年啊 锻炼比较多 反而自己的信心啊 提起来比较敢面对事情 所以人面对事情 解决事情的态度 他也是慢慢磨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体会到啊 我们现在面对的孩子 冰冻三尺 飞一日之海 我们也要耐心 陪伴他慢慢把信心建立起来 在锻炼的过程 也要给他一些肯定 不然可能他做一下 而觉得不行 而退回去了 都要有一个陪伴的过程 他才能转变过来 好 那当然了 我们也要 可以发挥相关而善 一个班级当中 一定有一些特别勤奋的 你肯定他 也会带动 其他的这个同学 那肯老就是 没有知恩报恩 所以孝道的教育啊 太重要了 亲所好 立未居 他有孝心的时候啊 他就会希望 父母欢喜 父母希望他成绩好 他会努力 父母希望他人际关心 结合 他就不会去跟人家分好 所以一个人的 一种 对事能够懂得去 尽心尽力的态度 根源 也在孝道 所以 百善孝为先 这句话 首先第一个是 百善一定要从孝开 第二呢 是这个孝先开了 百善会跟着开 这个在课程当中啊 再分析给大家听 不然 可能就只能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 再跟大家 来交流 那我们 拉回 下午 校长的课程 神老 灵老 他们人生面对的境界考验大不大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能 去面对 甚至很乐观的 去解决它 因为他们受的是 传统的教育 这个就是他们的因缘 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一辈人 好像肩膀比较硬 你看 他形成了一种 人格 人生态度 好 那 在这个时代 树立榜样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看到我们 李校长 庄校长 廖校长 你们应该是很有信心 你看他们干了 连退休之后都这么 欢喜继续干 所以退休之后 是教学的第二村 那小孩 也要有榜样 我们现在刚刚分析到了 家长也不懂 我们就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所以我们要互念家长 让他知道教育的观念 所以我们几位校长 他们在任的时候 就办夜学 夜学还没讲到 明天 明天好戏登场 大家 请大家 震重期待 你要办夜学 家长 家长慢慢慢慢就 一提醒 哪有家长 不会还是好的 你一提醒 你这样会宠坏他的 你这样会造成 他后面什么影响 他可能就醒过来 人不学 也不知道 当父母也得学 就好像我们要当老师 也要到师范学院 学很多教育的观念 方法 好 那 我自己最近接触了 十几位胎教的孩子 有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 刚好我找了这些胎教的孩子来聚会 当时候有七个孩子 两对父母都很重视 从胎教开始 结果呢 这一对新婚夫妻 这个丈夫出来 这面有这么乖的孩子 哎呀 没事 我回到爸爸妈妈家 我姐姐那家孩子 我的头都快炸了 真的 那个胎教的孩子 我见了这十几位 我没看过他们有情绪的表现 没有闹脾气的 所以 十节因缘很重要啊 重视胎教 这老教授有讲 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呢 可以出贤人 三岁以后啊 可以教成君子 诸位老师 亡羊补牢 游位玩意啊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所以我们了解整个孩子 他的心偏在哪 现在要互恋孩子要多管其下 你从他身上跟你的缘 是一个下手点 他的父母又是一个下手点 你形成班级的氛围 班级的同学会带动他 多管其下 我们有一心为孩子好的心啊 一定感得 我们的祖先 包含孩子的祖先啊 都会来 辟应 来帮助 那最后谈到这个年轻人呢 这个不结婚呢 还要考虑一个重点 为什么古人说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因为毕竟啊 影时男女啊 人之大欲存烟啊 所以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其实对一个社会来讲啊 还是蛮重要的一种安定的 一个做法 假如很多都不结婚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欲求啊 整个社会的风气啊 会非常乱 而且啊 对他们很不好 你看 这个堕胎的数字很惊人 那把他的福报啊 都折了一大半去了 所以我们也得提醒孩子 不能干了 这种折掉半身福报的事情出来 虎毒都不食指啊 那你既然 这个要对自己负责了 你也不能玩弄感情啊 那怎么把婚姻经营好 也要看他的担忧在哪些地方 可以跟他探讨 安他的心 给他一种希望 尤其 其实我们都会 落入一种 当前社会的 一种 集体思维 好像都觉得 要很多钱 才能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见过啊 很节俭 收入不高 可是啊 这样的夫妻还买房子 我也观察过 有些收入不高啊 但是呢 买好几栋房子 但是也观察到哦 夫妻收入都很高 但是买不了房子 这跟什么 老祖宗留下来 勤俭为持家之本 有关系 假如你的整个消费啊 都随着社会 比较奢侈的一种风气 你当然会花不够啦 你不要去跟人家攀比嘛 你就不会陷入这种 洪流当中 老教授讲经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美国呢 你收入三千多啊 你住在这样的社区 你五千多了 他已经搬到另外的社区 再来七千了 再搬一个社区 结果钱都 流到买房子去了 假如他七千多的时候 他还是住本来那个房子 你看他日子好不好过 所以 我们上一代人 一个爸爸转 七个孩子 活得好好的 现在呢 两个人转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喘不过气来 当然有他外在的因素 可是也有家庭当中 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这里有邮箱 报告 凡是提问的决言 将会获得法师 赠送书本一本 没有条件的啊 真的刚才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在心理上 心理上 都很脆弱 对吗 所以我就想 把大家带回 早上的时候 跟老师们 跟大家提的 沈魏尔先生 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我觉得这个 值得我们去深思 他说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就像 生长在 石凤上的 小树 小花 大家 记得这个比喻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 第一 正在 石凤上的 小树 小花 小草 肯定是 条件非常 不好 对吗 对哦 那么 他在这个 生活条件 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经过他自己的努力 跟天地竞争 是吧 不够泥土 不够雨水 经过这一系列的 长久的奋斗 来抵抗 结果他生存下来了 那么他生存下来的 果是什么 因是他奋斗吗 他果是什么 他更加坚强 不管是风吹雨打 他都 造就 立在那边 这个他拿来 形容马来西亚的 华文教育 是非常的 贴切 对吗 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可是因为我们是 自力更深 我们发展得更好 我们经过挑战 那么我们 有很坚强的 生存的意义 那么同样的 现在我回来 刚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孩子 第一 他的条件 不是太坏哦 是太好了 对吗 我们现在的孩子 太好了 所以 太好了 就是刚才法师所讲的 没有机会给他们去锻炼 我举个例子 我讲哨的时候 我记得 我每年 差不多最少 要抱孩子 到隔壁的医院 为什么 因为食堂 这个孩子 还在炒肠上那边 因为他是在 公管室的 工作里面 没有什么机会运动 结果呢 一有空 他就到炒肠那边 跑 一跑的时候 就断手断脚哦 时常啊 因为我的学校是在 医院隔壁 时常呢 我就抱着他 就跑着 你那个医生说 哦 你这一趟来啊 又来了 那么我就问 这个医生 我说啊 以前我们哦 爬上树上 掉下来都没有事哦 现在他自己跑在草山 掉下来就 手断脚断哦 我说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基因变化了 他说不是基因变化 是环境变化 他讲 你记得以前你吗 你小时候做什么工 我说是哦 我每天还要砍柴哦 所以你的手很硬 那么你还要什么 还要从水井里面 我们讲打水 好像是用打水嘛 所以那个身体各方面都很强 不要像水井都不要紧 自己会游上来哦 所以我们的身体条件很强 对吗 就是 反观现在的孩子 他什么都讲 爸爸讲 哦 妈妈讲不需要了 你读你的书罢了 奶奶说 不用了 有姐姐可以帮你 所以这个孩子 他完全没有 断念自己 那么医生就告诉我 他说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哦 有做这个苦工啊 他讲你的肌肉啊 连刀都砍不下 什么 哪里能够伤到你的骨头 对吗 他说现在的孩子啊 他讲这个肉啊 全面的肉好像豆腐这样啊 他讲一掉下去的时候 就直接挑战到骨头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从生理的表面来解释啊 生理啊 好 这要讲心理的 以前我们哦 爸爸妈妈 对我们的批评很多 是吧 他讲什么东西 我们听 我们就说 现在的孩子啊 你讲两下 他就呜呜呜 就 就哭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孩子 很容易哭的哦 我们以前啊 哇 有英雄 流 流血不流泪哦 现在的孩子不懂这个东西哦 动不动 就流泪 为什么 因为流泪啊 是最好的武器哦 他baby啊 他什么都不会哦 他就会流泪嘛 哭嘛 所以他不懂他怎么说 我饿啦 什么不错 他一下子他就流泪 他哭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啊 也这样嘛 动不动 他就在那里哭了 哭是他们一种武器 哦 所以从心理上啊 现在的孩子也是很脆弱 哦 很 他 经不起别人的批评 哦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环境 啊 不好 啊 所以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 啊 评论 对吗 啊 挑战也好 啊 啊 讲啊 所以我记得以前的 人家整天问你 啊 你的功课考的怎么啊 啊 怎么啊 为什么你 你 你 这个什么 文学修养就不好哦 动不动就养得蠢哦 对不对 啊 不像现在比较文雅一点哦 啊 所以我们 各种各类的批评 我们都常听得到 对吗 现在 这孩子啊 我们哇 要骂他 要我们的斯文一点哦 家长来跟我讲 家长 以后跟老师讲啊 要批评我的孩子的时候啊 他讲 不要直接批评他 我要转弯批评他哦 我就问他 我说 怎么转弯批评他 他说 不可以 不可以马上讲他的缺点的 哇 这样哦 所以你看 这个孩子哦 他们批评 都不能够接受我 所以你看 他的心理 这个素养啊 就非常的 非常的弱 所以刚才我讲的 一个是胜虑的 一个是胜虑的 所以说胜虑的都不会增强 所以我们就变成 草莓族 啃老族 躺平族 那么 现在更糟糕了 不结婚 不生意 为什么 很多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西方都能跟你讲 诶 结婚啊 未不能够保留你长久的哦 我们试一试看 可以我们就久一点了 不可以不就散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四分的东西 跑出来了 接下来现在更妙 不用结婚 不用生育了 因为有机器 可以帮你生育了 或者是有 这个带什么 带父啊 带 带孕啊 所以女的可以女的 同学面结婚 那么生孩子 交给另外一方面去负责 同样可以进行 以后更加糟糕 以后 结婚不是 不是为了生意 不需要生意 因为生意是另外一回事 有另外一个部门处理 跟结婚没有关系 一种这样的理论啊 现在我们这年轻人 多多上早受到影响 他不认为结婚这种承诺 我刚刚去了这个 瑞典回来 瑞典回来 几个朋友的孩子 都没有结婚了 我问他 我都没有结婚 那么你的孩子 你宣执他的报宣执写什么 他说写谁都可以 没有这个承诺 孩子 问他 他说你的妈妈 哪一个妈妈 我说你有很多个妈妈的 糟糕了 你看 他对他来讲 这个是很普遍 没有一个承诺 也没有一种 我们英文叫做binding 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亲切感 我问那个女士 我说 你家庭生活好吗 他说 这个是我第三个丈夫 他说你问哪一个丈夫 所以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糟糕了 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了 不像以前我们 什么拉走的时候 就不可以再分开了 对吗 现在是更加不能勾劳 是一种 他们现在年轻人 把它当作是一种 已经是落伍了 他们认为说 这种传统的东西是落伍了 我们是新时代的人 我们要跟着新时代的做法 这个坦白讲 我们都有责任 第一 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思维 尤其甚至是网络影响 昨天我还跟我们的老师交流 以前我们听到中学生谈恋爱 我们说中学生太早了 现在小学谈恋爱 而且还是跨国的恋爱 在网上 认识了外国的朋友 就在网上谈起跨国的恋爱来 你看 我听到我们都怕了 但是 这种东西可以阻止吗 你能够阻止吗 第一 电脑真的太过普遍了 你阻止不了 以前我们还讲 我们把孩子电脑一定要放在大厅里面 现在你怎么阻止他 小孩子幼稚园都有手机了 能够阻止吗 这不可能阻止的 对不对 所以唯一的不能够阻止 我们是什么 叫他们保护自己 建立那个什么 安全网 什么建立安全网 这个安全网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这些德行教育 来 只有这样来保护自己 而不能够所谓的 季节用电脑 季节用手机 这种 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像那个水 来过了 你不是说我建立一个高墙 挡住那个水 不可以了 我们要怎么 我们叫孩子去学游泳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吗 所以现在的孩子 我们要教他 怎么保护自己 哪一些 动脑场 切勿进 用地址轨来告诉他 来保护自己 来避免 受到这样的一种伤害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尤其是校长老师 所要 所要努力的 所要努力的 我们也 我们的教学法也要随着时代 你不是随着时代 都进不完 你还用老的一套方法 行不通了 对吗 我们孩子现在进步得太快了 好像刚才所提的 在网上 搞恋爱 结果呢 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 就 问那个男的 他说 你最近心情不好 他说 我爸爸生意失败了 他说 我怎么帮到你 他说 你可以帮到我 我 找你做模特儿 这个女孩子 五年级女孩子 听到自己做模特儿 很高兴哦 一次过五千块哦 哇 他就答应了他哦 而且选定了时间 在哪里见面 咱俩去做模特儿 拍电影 不是拍电影 他讲 拍广告 五千块哦 对一个小孩子来讲 是非常有吸引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小女孩 很高兴哦 为什么 自己将来成为模特儿了 结果把这个信息告诉了 他旁边的同学 这个同学知道的时候 肯定有问题 马上通知副校长 就布置好了 那么当天呢 见到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 他说他是国际学校的学生哦 其实是一个 试学的学生来的 他为了吸引这个 五年级的学生 说是国际 明台大学的 学生哦 就见到他 马上就给警察 抓了之后查出来 原来他已经骗了好多个 女孩子哦 不是做模特儿哦 去拍他的裸照 然后 威胁他的家长 以前我们以为说 这个是发生在中学哦 现在小学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了 所以唯一的 会回到港中文讲的 哦 叫他德行教育 以义廉耻 哦 来帮备自己 哦 这个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 哦 就顺便谈谈这个问题 我想带大家问一问哦 你们不敢问我就问 在推广地址规的 这段时间里面啊 哦 大家有没有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哦 有问题了 好好好 谢谢 那法师好 李教掌好 各位 大家晚上好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想问很久 对 不好意思 OK 我是来自关丹达士华校的何永俊老师 那 我教育十多年了 OK 那 我讲一下我的问题的背景啊 因为早在几年前我学校就有每个星期三早上 这个地址规的分享的成读的环节 那 当时候我就是负责老师 也是第一个带头做这个地址规分享的 当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送读地址规之外 也会通过影片啊 音乐啊 还有各种动画解释啊 给他们更加了解 那可能啊 每个星期那十五分钟只是那一段 然后他们也要蒙摆那一段 那那两年是做到还蛮成功的 我们那本书至少了 至少背了十多页这样子啦 因为用两年时间 关于就是MCO疫情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地址活动就会终端哦 因为我们就不可以在礼堂这样子 集体的送读啊等等的 然后 那当时我也没有要求说我们可以在线上做 因为 我们学校大部分的东西都变成了线上的活动 直到这几年开始做回一些 我们的集体活动啊好像现在这种集体活动 然后 之前 委任我做这个地址规分享的副校长已经退休了 所以来到了新的副校长 新的副校长他就有自己的安排 他就把每一天除了星期一开作会 剩下星期二到星期五他都安排了成读 但是他就说今天是华语科 今天是国语科 英文科 数学科这些 就变成了我这个地址规的东西 也就在他的计划里面 然后 我之前也是有跟他讲过 这个之前我们在疫情前我们办到还蛮好的 而且成功学生也很喜欢 而且到之前的校长也买了 每个学生一本地址规的书 真的我们学校进行的还蛮成功的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地址规的书也放在厨里面 后来有发霉啊什么情况 因为我学校常常随在 所以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他们就觉得 不想再恢复这个活动 然后学生的副校长呢 他本身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跟他讲过 请问我可以不可以再恢复 做这个地址规的活动 然后他讲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就这一句话吧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他本身不喜欢地址规 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啦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身为我们是学校的普通老师 家属这样子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让我们的上司 或者是校长 会让我们继续推广这个地址规 因为我本身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也很想要继续分享 不过就是 现在我的情况只能够在道德节啊 我们这些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小班制啊 跟那些学生讲 因为之前我们在礼堂 好像现在这样子通过这个大荧幕啊 跟全校几百位学生 整天一个学生讲 那个 幻想是不一样的 而且维持了几年了 整个不一样了 只是因为副教党他不喜欢一句话 我不喜欢这个活动 就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悲 所以我今天会来这个也是 我很希望可以得到 我相信啦 心不难事就不难 但是我要怎样才能够做得到 因为我不是安排的那个人 我要想才可以改变 让他们改变心意啊 谢谢 谢谢这位老师哦 其实从2007年到今天啊 我们一直以来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人质的更换 从我们的校长 在学校做得很好 当他退休 或者到 换到另外一间学校的时候 来接替他的那个校长 并不一定是 跟他有相同的想法 我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哦 是问题 那么你问我 我们有办法改变他吗 我们不是教育部 我又不是教育部长哦 对啊 我们是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 我们是没有能力 哦 说 改变他的 是改变他的 哦 那么 再举一个例子啊 廖大长我不懂 可以不可以举你的例子啦 我想讲哦 他在他的学校里面 明天你会听到我只是 顺便举这个例子哦 那么 他被调到另外一间学校 他学校里面的家学 董事去教育局 找局长 说要 挽留他 对吗 局长讲什么 这个是这样子很好 让他多一点学校 能够得到他的恩惠哦 他说你们不能够这样自私哦 永远拥有他哦 他说 他说 他说你们应该让更多的学校受惠啊 哦 然后他又讲我 不懂对不对啊 他说新来的校长 我会跟他讲说 继续 保持 啊 这个廖校长所做的 哦 其实 身为一个局长 他这样做 他有他的权利啊 对不对 他也有他的义务啦 他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 新来的那个校长 也未必能够做到好像廖校长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个局长 他也 并不能够 确保这样的东西是很顺利的 啊 这个接替对吗 哦 回答来是说 啊 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权利 或者我们有没有能力 说 所有的校长 必须要这样做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对吗 啊 我们唯有的就是 制造一些机会 像今天这样 好像每年两次 这样的机会 让 这些校长 哦 尤其是新的校长 过来上这个课 可是 以巴仙利来讲 是非常 非常低 对吗 非常低 哦 所以说 但是 这个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对不对 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 就是制造一个机会 啊 有时候我就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啊 我说我对一些校长说 你不该来哦 该来的不来哦 不该来的跑出来哦 什么意思嘛 就是这个校长他时常来 他很用心 啊 所以我说你不该来哦 你已经懂得很多了 啊 那个该来的不来哦 那个没有来的不来哦 就开玩笑 但是也是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 啊 所以同样的 不过 我们这样做 肯定是好过没有做 对吗 所以我们也是讲说 就算一个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约别 我们就要开班 就是一个 教长他来出去我们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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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照办仍 啊 呃 我和你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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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提的问题 坦白讲你很失望我知道 一心一意 可是 看看左右前后都没有自己的人 对吗 那么你可能会问我 从207到今年 你是不是永远都是 很有希望的 我相信也有人敢问我这个问题 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跟他这样说 我说 假如我把所有失望的东西 拿出来讲的话 讲三天两夜都讲不完 但是 我不讲 我只讲好的 我只讲哪一个家长哪一个老师哪个校长 能够接受 我们的培训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希望 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乐观度 因为 我们越乐观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推动力 才能够使得我们更前进 所以您的问题 您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你继续来 我不会叫你不会来 因为你的任务很重大 你回去 你与生作则 就好像 中华江的王岐老师这样 与生作则 不要管别人 你做好你自己 做一个很好的表帅 就榜样 说成 本无语第2 那么 你就影响了 你就影响了其他的老师 那要影响你的部校长 可能影响你的校长 喔 那个时候你的 中间更大了 为什么 你可能会影响到 别人 附近的学校的校长喔 说 那个是王岐第2喔 对吗 所以说 给你 啊 一句话 就是继续努力 不要失望 每年都来参加我们的 原集营 把正能量带回去 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 更多的部校长 校长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课程 所以来这边我们只谈 成功的 失败的我们不要谈 我们也没有叫一个失败的校长 上来讲话的喔 你看我们 上来讲话的都是成功的校长 对吗 失败的校长我们 不谈 我们谈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好的榜样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增加 我们的 这个 乐观程度 我们 我们的正能量 我们才能够使到 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possible 对吗 喔 我希望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啊 因为那个校长我们是没有可能改变他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希望在座的校长喔 你们也要有使命的喔 为什么 你来了之后啊 你见到你的 你的那个 同道啊 你的校长同道啊 喔 今天有八位校长喔 喔 你 成二就可以了 不要成太多 啊 那边就有十六位校长了喔 对不对 啊 然后尽你的能力 跟他讲说 哇 来到这个 听到 法师 听到 廖校长 听到庄校长 呃 呃 这个谈话不要讲李校长啦 啊 啊 那么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喔 如何办这个月学 喔 如何办这个中心 喔 这个圣人要回去传达给他呢 那么明年可能更多了 明年十六又一成二 三十二个了喔 对不对 啊 像我们 尽自己的能力 喔 尽自己的能力 做自己本来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了 当年 我半夜学的时候 我很担心家长太多喔 结果我请了十六位一个 十六个老师出来准备迎接 几十个家长喔 结果才来了六位家长喔 十六位的老师喔 叫六个家长喔 那个老师问我 校长 你是不是太过乐观了喔 这是一个 对吗 我们当然 我们当然讲最好的 不可能讲最坏的嘛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 我想读给大家听喔 学校每个星期一 都会要表演地址规 每班轮流 请问还有什么活动可以代替 介绍地址规的活动 我简单的讲一讲 我简单讲一讲 可能明天他们 庄校长或者廖校长可以补充 我觉得 很多活动可以做的 第一 每一次 每个周围啊都是 校长付校长出来 讲这个经济 所以有时候可能啊 会 boring 对不对 那么 今天 我们来唱一个 唱地址规的歌 不要看对面的你还走过来喔 对不对 归阳图啦 像 手的表演啦 不会的话 叫我们的 死兵水长去教你们啊 手语 生命之歌 对不对 对 这样这类的 歌曲 好大一棵树 一棵种子 这个也是宣传 一种德行教育的概念啊 不一定每次要讲经典了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 表演 黄香 简单的在那边表演黄香 对不对 表演那个 24校的一些故事 对吗 把它变成多样化 这样就不会觉得 太过单调 对吗 假如说 大家还 还觉得这个资料不够 需要的话 我们那边很多这些书本啊 还有一些 City 对对对 我们有 不过可能你们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 中心 编了一套 六个年级的 这个手册 好像没有听过你们啊 就表示你们很年轻啊 哎呦啊 OK 那个是 我们在中心的时候 花了六年之间 编的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里面有 很多东西可以用 我看你们 用一年都用不完了 为什么 里面有 168 首歌 其中有一些是 非常难得 是本地创作 没有人去宣传的 我们一个大力的 鼓励到大家 去学你们的歌曲 不要怕 里面有乐谱 有音乐 有钢琴伴奏 你很容易学的 有 168个故事 德行教育的故事 你们在课本里面呢 我的 袋子 你 好像里面有一个手册 我 那个红色的袋子 那么 对对对 你们有手册吗 应该有 有一个 不不手册手册 不是这本 手册 一个那个 盒子的 有 对对对 没有 不要紧 那个手册呢 学校 看看可以不可以找到 很多年前 整10年前 我们送到学校去 每天学校有 两套 一到六年级 已经够 学校够用了 168首歌 168个故事 还有一些 很多的 这些文章在里面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可能对 校长老师们有益处的 了解我国格格 这个国格 我在几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把它放在那边 讲这个马来西亚 国格 如何的产生 它的背景是怎样 这些资料 我记得我还写了两篇文章 介绍 沈沐宇跟 零联益 所以 这些 资料 我觉得 用一年都用不完了 所以 参考你们的一些资料 好不好 好 老师要补充 好 谢谢李校长 李校长他们在前面已经积累了很多 这些用心 这些教材 都可以提供 给大家 所以我们是 Teamwork 大家有没有 找到组织的感觉 我们在教学的路上 不是单枪匹马 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标 尽力把下一代 教育好 把这个文化 传承下去 那刚刚 校长提的 还是要多样化 其实 历史规里面有好多都是相关的历史故事 都可以把它变成戏剧 那音乐的方式特别好 宜风易俗 莫散于运 贵阳主 那个音乐起来 我今天听我们庄音校长也提到 实际到了 印度 可能是偏远的地方 就有小朋友 很调皮的 父母很 超兴的 就听了个贵阳徒 善心点燃了 就 改变很大 变得会替父母想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 要坚信 人之初 信本善 任何时候 我们假如有时候不相信了 可能我们 信心就会往后退了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天下没有不能感化的人 但恐 诚心未至 我们的真诚心 还不够 好 那 这个 诚德感觉 老师们还是每年都回来比较好 要充电 要充电 我们才有更多的能量 回去放电 那 我想呢 我们 处理事情 就是面对一个境远 如意 有说 君子有九师 你看君子面对境界的时候 有九个思考 四师年 你要看得明明白白 把因缘观察清楚 万法 因缘深 看清楚 听是冲 听人家的话 能听 了解他的心意是什么 人家在暗示什么 我们不能嫩头听 听是冲 听是冲 摄是温 整个 脸色要温和 冒是功 整个举子要功性 这个 言是忠 言是忠 言语呀 要思考呢 要不能偏 要忠 事是敬 做事情要 恭敬 要尽到我们的力 负责了 我就把它做好 疑是问 怀疑了 疑问了 要提问 恨是难 情绪要上来的时候 要想着 哎呦不能发出来 不来后面很难收拾了 见得是意 我们今天要得到什么了 要考虑 该不该拿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看第一个就是 事迟明 万法是因缘生 而且在因缘当中 谁是主要的 谁是次要的 我们也要看清楚 比方说这个副校长他是负责这一块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因缘的状况 那刚刚我们 李校长已经提到了 你把自己做好了 你的班级受益了 有可能 说不定呢 校长看到了 来问你 哇 那因缘就开始变了 因为副校长得听校长的话 这个叫造 你要造那个因缘 但是不能跟谁对立起来 今天他提出来 我不喜欢 那个是结果 有没有原因 这个东西他铁定以前 接触过 或者 听说过 听闻过什么 让他可能产生 先入为主 的认知 所以 我们能不能造一些因缘呢 把他这个认知给他 调整过来 这又是一个角度 很多事情都可以 多管 在旗下 那刚刚校长也已经提到了 我们这个学校 毕竟都有人式的一个 调动 所以我们领会到以前 你要离开一个学校以前 一定要把 接你棒的人 培养出来 你看把我们的能力越练越 潜力越发挥出来 我看我们庄校长 您离开之后 你们的学校还继续做啊 这个要给 庄校长挖宝 这个校长 他课程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你看这一句 不孝有三 无厚 伟大 不只用在家庭里面喔 你在团体里面 好不容易 有这样的成果啊 有这样的成果啊 假如没有接班的人啊 太可惜了 当然也是 岂能静如人意 但求 无愧我心啊 静力就好 而今天啊 还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 中庸的话 故大德者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受 所以我们这个何老师啊 他必须认真教弟子徽啊 可能就会被调到 更适合他发挥的学校去了 这个是真的会感应这些事情喔 所以君子 居易以示命 您等待你的天命即将到来 那个居易啊 居易就是你要先安住当下 安住当下 尽我的本分 我多少援 做多少事 哪怕我只有一个学校的援 一个班的援 我就尽力就好了 那个王岐老师他就是把一个班带好 结果呢 这个校长啊 一看 升旗典礼 这班的学生怎么站得特别直 怎么对我特别有礼貌 校长就主动去观察 为什么我走过这个班啊 这个学生都没有分心看我了 都那么专注听课 后来他就深入去了解 所以 真的 明明中呢 我们正经去做了 都会 感应 很多 因缘越来越殊胜 好 谢谢大家 在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喔 这个有关系到我们推广地址规的一个 福利 在我掌校的时候喔 每个星期的早上啊 我们都 呃 呃 叫着学生 你来了 把书包放好了 你就到礼堂去 上这个地址规 课程 我们有讲故事啦 有放卡带啦 有表演啦 那么 上地址规的时间 早上那段时间 啊 大概是15分钟 15分钟啦 他说 到不论哪去 准备 考试 更加 有效 更加实用 有这样的看板 你的嘛 那么 我就解释给他听啦 我说 啊 其实他们不是浪费时间 其实他们也是在准备 呃 这个 考试 只不过不同的 帮爸爸了 我就解释了 我说 而这些同学 呃 在上这个 墾读地址规的时候 然后他学到 要深重老师 他学到要听父母的话 那么 这个肯定 对他准备考试有帮助 对吗 我说 以前你的孩子 回到家里去跑去玩 不听你的话 那么现在 学到地址规 他听你的话 哦 父母呼应不完吗 对不对 他听你的话 那么 你叫他把功课做完 他就把功课做完 才去看电视 哦 你叫他说 哦 考试要到了 啊 花多点时间 在考试里面 他听你的话 会帮助到考试吗 肯定会帮助到 他考试吗 对不对 哦 那么 我说 啊 老师 他上了地址规 亲手号 六位记 他 听老师的话 那么老师跟他讲说 啊 这些作业你回家 一定要把它做完 啊 这个功课 你一定要温习 那么他学到地址规 他听老师的话 他回到家里 他就照着老师的话去做 那么 这样的 一种结果 是不是 肯定 会把 这个成绩考得更好 对吗 哦 我们就把这个道理 哦 把这个道理告诉这个家长 哦 那么家长 一般上 他是明理的 他们 他们 他们只是注重什么 得事罢了 对吗 啊 他们认为说 哦这个 对哦 他有帮助我的孩子考试 啊 这个我就安心了 啊 那么 上帝主规的这个事情呢 就就解决了 所以只要 哦 我们 很 有系统的 很有策略的 哦 把这个事情 很理智的 告诉 家长 那么大多数的家长 哦 他都能够接受的 哦 他都能够接受 哦 那么 其他的地主规的这个事项 可能我们明天后天还有机会 再 讲谈 好吗 那么我和呢 时间的关系哦 我们就到这边 这个交流会 然后我就到这边 结束 谢谢大家